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文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上一次我們來到柳村 河上來 河上來 河上來一共用了 70分鐘 所以上岸時已經是非常晚了 上到岸後 然後看沿途的風光又是另一番景象 柳村最出名的就是鰻魚飯 ウナギドン 不過今天我的感覺不是很想吃ウナギドン 所以我決定走去其他地方吃其他東西 咦 被我發現了這間夜明茶屋 Yawage Chaya 這間餐廳分了三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Zeng Yor Bu 即是鮮魚部 這裡售賣各種各樣新鮮的海產 這裡的海產全部都是店長先生 每一朝在魚市場買回來的 大家看到了 除了很多鮮魚之外 還有一些煮熟的熟食 ovia 魚餐廳 小小就是這間店鋪的第二部份 おみやげぶ 顧名思義就是售賣各種各樣的おみやげ 即是我們的手術 據說這裡賣的一些即食麵 例如鰻魚即食麵等等 都是店長先生自己研發出來的 這裡見到一些明星的簽名 讓我走前一點 難道ここで HKT48の写真を発見 HKT48 曾經在他們的節目 那個店裡 來過這裡吃東西 走進店舖的第三部份 就是他們的食堂部 食堂部 大家猜猜這兩條有長有黑的是什麼呢 是不是好像兩條 魚呢 其實這兩條就是這間店的其中一樣 名物 Mutsuko 即是我們香港人叫的 彈桃魚 這種食法就是當店的醬汁煮出來的食法 好不好吃呢 你自己過來試一下 來試一下吧 好最後主菜出場了 因為來了日本那麼久 都沒吃過一個正宗的壽司 所以呢 我叫了這個 壽司定食 Sushi Tejo 為什麼叫做正宗的壽司呢 正宗的日本壽司 是不需要點芥末的 因為他在做壽司的過程中 已經加了芥末 在魚和飯之間 好吃完這頓飯 回到柳川西鐵站 已經是晚上了 是時候要回去播多了 好快阿加魯的頻道 已經就快突破了200個subscriber 好耶 所以有你們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在下面按個like 和share 給朋友囉 皆さん よろしければ 私のchannel 登録をお願いします じゃあ またね bye bye